三季前拿到冠軍之後 我們的戰力其實有點小小下滑 當然也不斷提醒球員在 雖然有一些過程當中沒有處理得很好 但是最近我們還年輕 那球員的渴望想要練球 想要贏球的這樣的一個勿勇還是存在的 所以這一點在這個球季可以看得出來 那再加上今年又特別更改了兩名洋將 所以兩名洋將對於團隊的參與是相當足夠的 團隊的PAC 其實在冠軍賽沒有遇過他 可是有遇過的是一樣的教練 就是徐靖哲教練 然後又是文成那些比較老經驗的對手 那我覺得例行賽又是只有贏一場的情況下 可是其他五場其實就是感覺有點輸在自己的手 因為發生一些必要失誤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有輸那幾場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可以很大幫助 因為其實輸那幾場我們知道我們的問題出現在哪裡 那我們從物體中去做修正 我覺得多講話 那到冠軍賽我覺得打起來可能又不一樣 他們去年就是有冠軍賽經驗 然後今年又是第二度打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靠他們 所以反而我們壓力比較小 因為他們其實在後面講都是連勝 實連勝之態之下進 那我覺得這代表說他們的團隊的磨合狀況 以及狀態都調整得很好 其實關鍵我覺得替補是很重要的 對於我們的替補球員來講的話必須要 隨時要有上場的準備 哪怕是一分鐘哪怕是三十秒 那都是要戰力的展現 我們洋將都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換 然後我們本土也是 然後畢竟一開始我們有上邊嘛 後來我們上邊就是陸陸續歸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很有機會拿下真實的冠軍 這部分我不會去搶 因為其實就像在打力競賽的時候 我也是都以團隊目標為第一要點 其實你說會不會想要去追求 我覺得一定會 但是在自己追求的目標或是完成的目標裡面 他算是比較後面 因為其實打籃球就是五個是團隊 甚至是十二個甚至其他隊員們 都是團隊合作的籃球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部分我不會擺第一 團隊是擺優先 那當然會想不想拿 我覺得還是會就是順其自然 然後能拿就拿的